新北国王球星林书豪 之前被问到南韩第一空位金善亨 其实很崇拜他 但当时林书豪说不太认识他 这句话引发讨论 东朝首战赛后记者会 他再度澄清 强调已经跟金善亨沟通 还一起拍照留念把话说开 林书豪在比赛中攻下12分 至于金善亨发生三次失误 只拿下了4分 但金善亨赛后也提到 其实林书豪还有林书伟 比赛都打得非常出色 而他自己最近也是从伤病当中恢复 希望下次会带给球迷更好的比赛 而林书豪也有前来质疑 他不是刻意说不认识的 我们其实都是互相尊重 两人的互动回到体育交流 今年的目标我觉得就是冠军 另外林书豪的弟弟林书伟 也跟哥哥合体出赛 拿下21分表现亮眼 林书伟说能跟哥哥联手 真的非常高兴 未来希望能够一起 继续拿下好成绩 TVBS新闻 资本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